裹鸡蛋 裹鸡蛋吃个方法学会了 这个人一辈子吃鸡蛋都会想起你 能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就是配比 我放在屏幕上咯 记得要过下筛口感会更细腻 放进冰箱冷藏两小时 下这样的烤盘刷满油 放进烤箱 220度 先烤10分钟 趁热把面糊倒进去 再放进烤箱 烤上20分钟 这鼓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有趣 平安夜嘛 还是要吃个苹果 直接啃吃腻了 来试试做一杯肉红酒 喝起来特别的暖 挤上奶油 表上糖霜 再增加点圣诞气息 酥酥的外皮和冰凉的奶油 在嘴里一下爆开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样的圣诞小时 应该没有人会不心动吧 酒很烫 吹凉了再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样吃的海鲜粥 没有男朋友的 也好自己动手 锅底一层剥油 放入虾头 炒出虾油 加水 你就得到一锅热腾腾的虾汤了 喜欢吃青粥 就少下一点大米 喜欢吃浓的 就多下一点 烂小时后 加入自己喜欢的配菜 关键就是最小花生酱 烂粥的味道 变得更香浓 在下着小雨的天气里 躲在饭间里面 来上一碗 别提有多惬意了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可以吃咯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烤箱烤烤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食材随意 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其实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 我给你做饭也一样啊 在空调巴黎和几个好朋友 整上一点小酒 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 快做给恋爱的人 如果有这么一道菜 不用洗锅 不用洗碗 你的男朋友会为你做吗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 折一个不用洗碗的洗纸盒 调料也很简单 粉丝要多加点 像我就加少了 不够吃 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淡碗清水 喜欢吃辣的 可以加点青红椒 再拿一张洗纸 分出口 简单 方便 还好吃 快速提升你的家庭地位 快走给大家的人吃过 今天是 不论有没有男朋友 都要学的 毛学王 最近天气变得好人哦 无论何时何地 即使一个人 也要照顾好自己 用无每家年的食材 做一顿好饭 犒劳一下自己吧 锅里加入葱姜蒜 豆瓣酱 火锅底料 炒出红油 再到屏幕上调调调味 然后就可以下准备好的食材啦 铺在配菜上 淋上汤汁 撒上葱花 蒜末 花椒 干辣椒 芝麻 最后用油滋一下 快过年了 一定要学起来哦 做给你爱的人吃 很久没送花的 可以做做看 毕竟这也算花的一种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切开花的香肠 捞上面条 多做一点 要不不够吃哦 下锅炸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香肠慢慢开花了 拌鞋底都好吃的配方 在屏幕上咯 倒入炸好的香肠 拌拌均匀 撒上葱花 装饰一下 面条炸得焦香酥脆 香肠又Q糖入味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很多人把蒜苔买回来 我是炒着吃 就是烧着吃 今天我把我组团的 腌蒜苔方法教给大家 腌出来的蒜苔 爽口解腻 越吃越想吃 切好的蒜苔 加姜片 小米辣 撒入适量盐 给它拌匀 腌制一个小时 锅中放入花椒八角 干滅出香味 加一勺生抽 一勺醋 少许冰糖 烧开以后 转小火熬制两分钟 倒出放凉 腌软的蒜苔 倒入放凉的料汁 继续用你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腌制一个晚上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蒜苔 开胃爽口 越吃越想吃 你学会了吗 你们身边 有特别爱吃土豆的人吗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干锅土豆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先把切好的土豆片 煎至焦黄 锅不用洗 加入五花肉 淀出油之后 下入瓶上的调料 这个时候 再倒入煎好的土豆片 保留酥脆的口感 香网方的不够吃的干锅土豆 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心目中的花生酱天花板 你们可以一定要试一试 不到一杯奶茶钱 就可以带走两罐 一罐你们有200克 配料保干干净净 只有花生 还是带颗粒的那种 海盐味的 就加了点海盐 早上用来磨吐司 中午用来拌面 晚上用来当火锅酱料 那味道绝绝子 我还记得我第一个火的视频是柠檬虾 悄悄地问一句 你们有人帮你剥虾了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油闷大虾 没有男朋友该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葱姜 还有屏幕上的调料 盖上盖子 闷煮三分钟 翻拌均匀 大火熟干汤汁 这样做出来的虾 保留了它原本的鲜甜 还有Q糖的口感 加上包裹在表面的酱汁 炒下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